本章主要分享的是融资过程的三个困境 融资过程基本上有三个困境 第一个困境就是所谓的项目 就是说你这个项目都没有人要投 那我们基本上来讲这个就是所谓的包装问题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分享一个包装问题的潜在因素 第二个部分的时候是很多投资进去的人 他要退出很难 退出人因为其实整个投融资过程是不断有人进去 有人退出的过程 那有人就是每一个阶段会有小获利了结的动作 那如果说万一你出现有人投资进去的时候 然后他原本他那个时间点他要退出 他退不出来了 这就是所谓的融资第二个困境 融资第三个困境是当你企业一直成长的过程当中 可是你资产有增加 可是你最终却卖不掉 这个东西就是第三个困境 举个例子 可能你想上市 可是你上市的时候没有人买 像这种情况就是这样 或者根本没办法上市 像这种东西就是所谓的融资三个困境 那我们今天首先讲第一种 就是过于整齐的团队隐含的成本不确定性 也就是项目包装的问题 像有的团队基本上刚开始一个创业团队 一定是一个人升迁数值 一个人升迁数值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可能又是管财务 同时管行销 甚至有时候搞不好他还要去送货 这样的一个团队本身才是比较正确 比较像是可以运作低成本的团队 可是如果说过于整齐的团队 像说一大堆欧一大堆 每个人都是CEO COO CIO 公司头钱挂一大堆 一大堆老大 也就是说公司里面有很多上层 可是却没有下层 举个例子来讲 像财务你就一个会计而已 最多就一个财务 然后你就挂了一个CFO 可是问题是CFO对财务怎么样去变钱又不懂 对会计也不懂 像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是挂头衔一堆 具体做法却没有 或者没有人会做 又或者是 反正你问到什么事情 他就说外包 技术的外包 形象外包 生产也外包 所有都外包 那却不了解 所有合理的外包行情 也可以说这些东西 都可以从人事成本比例偏高中看出来 就好像我们今天讲很多人餐厅 开餐厅之后他多雇一个人 或者我们今天一个店面 他打成两个店面 那其实在损益平衡点的时候 就会有显著变动 举个例子 假设P来讲 我们现在正确估算说 3万块是租金 然后我们算8%的话来讲 营业额就是37.5万 那如果说那这样算出换算成每日 我们讲不休假情况之下每日都需要1250 然后如果每个80块就需要16个人 既然16个人中午就要5个 晚上就要11个 如果万一增加了一个店面 或者租金往上抬 那就要多增加16人 那各位也许觉得说 我16人增加32个人到30个人 这没什么 反正就增加16个而已 可是各位有没有想到 如果万一你的来人跟路店比是10比1的话 增加16人代表什么意思 增加要增加160个人从你的店门口经过 我想这应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才对 所以说基本上来讲 各位在做创业的刚开始 一定要知诸弊教 不可以乱花钱 不然有了第一次就不会有第二次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尼 我是玩销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